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手这个节目演唱的所有歌曲,就像是一个爬山坡一样的自我成长过程。 齐天我的降临,孩子我的成长,双结棍我的解傲,我管你我的不屑,毅然一爆炸要我怎样,山海我对外界敞开之后的失望。 甲晴僧自我挣扎,自我救赎,平凡之路咬紧牙关面对自我,我找到自我,现在还差最后爬上山顶之后的一首歌,超脱自我。 这样敞开心门让我们看到内心世界的你,让人既感动又心疼。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现在的心情。 网友们可都是成语铁粉,你就是你,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我们永远都爱这样的你。 从之前的快难到演唱会再到现在的歌手,我唱了很多次。 但每一次带来的感动是不同的,而且这是我们玩总造型第一次亮相在电视机前啊, 据喜欢您穿玉袍了。特别神圣的仪式感。 喜欢你的第五年,真的很高兴你能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,你说过希望在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四十年以后让我们知道选择你没有错。 我想说的是,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。我们想一直伴你左右,你不用长大,小鸽子就勇敢飞吧。 结语。你是否迷上了这个歌手新秀? 你喜欢华晨宇的火星唱法吗?你有模仿火星唱法的能力吗? 华晨宇发文,华晨宇和我,歌手。第九首歌,很怀念地演唱了。 张果荣先生的我,其实来歌手这个节目演唱的所有歌曲,就像是一个爬山坡一样的自我成长过程。 齐天我的降临,孩子我的成长,双结棍我的解傲,我管你我的不屑,毅然一爆炸。 要我怎样,山海我对外界敞开之后的失望,甲晴僧自我挣扎,自我救赎,平凡之路。 咬紧牙关面对自我,我找到自我,现在还差最后爬上山顶之后的一首歌,超脱自我。 这样敞开心门让我们看到内心世界的你,让人既感动又心疼。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现在的心情,网友们可都是成语铁粉,你就是你,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 我们永远都爱这样的你。从之前的快难到演唱会再到现在的歌手,我唱了很多次,但每一次带来的感动是不同的,而且这是我们玩总造型第一次亮相在电视机前啊, 据喜欢您穿玉袍了。特别神圣的仪式感。 喜欢你的第五年,真的很高兴你能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,你说过希望在五年,十年,二十年,四十年以后让我们知道选择你没有错。 我想说的是,你一直都是我们的骄傲。我们想一直伴你左右,你不用长大,小鸽子就勇敢飞吧。 结语,你是否迷上了这个歌手新秀?你喜欢华晨宇的火星唱法吗?你有模仿火星唱法的能力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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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